今天来到这里搞定这个门框 你看到很奇怪, 这条木坊是加进去的 因为这条木坊出现了一条线 这边看 一条木坊, 接着上高是门框 做得很错的 其实一般, 因为旁边的家人是比较前一点 这家人比较厚一点 虽然有了这个前后的距离 不过不要紧, 做围栏的时候 其实 是应该做在短的家人 由短的家人开始 在上空搭一条木坊 过去撑着对面的家人的墙 做了个顶固定了之后 然后中间的围栏就可以T字形固定得很好 因为有两边有横跨的木梁 但是这家人当时就不是这样做 很奇怪 那些围栏是五点长的 五点长就宁愿在墙外面少少 因为墙已经傾側了 傾側了, 令到整道门关得不好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有很多人当年是因为 不喜欢转外墙上螺丝 这是很奇怪的概念 墙是可以转窗上螺丝 但他们经常觉得新屋不要转窗 就在地上挖窗 所以柱子种得这么近 相对对面的家人 他也不是这个问题 你见现在这条木梁都破坏了 但它是转窗的 即是说曾经有过木坊 但久而久之破坏了 他就取消了它 现在我帮朋友这边 搞定这个问题 和他种过那些木梁 在墙边的围核 然后就横跨一条过来搭着它 还有这个围栏做得短 其实它应该做前多一尺 现在这个位置才是这间屋的直线 它应该种在这里 如果种在这里的话 因为现在只差一尺 它种在这里 就可以一条直线搭到隔离屋 所以整个概念很奇怪 可能是因为前后脚 隔离屋做了围栏 然后这家人才出现 才肯做围栏 令到围栏的长短 所以这个围栏应该做到这里 好了 现在决定的方案是这样 将下底的小小沙石抽走 你看它已经离开了 和原本种的桩子离开了 因为轻側了 现在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最想的方法 已经将它扶直了这条切 这条木的收边已经是equal 以前来说 应该在这里 加多一条2x4 上埋牆就完美了 但如果你上埋牆 根本就不需要这条 现在我用一条斜撑 斜撑将它已经收回直了 我现在的方案 就是加一条2x4 搭过来 由这里 上埋牆 搭过去 一条 两条 三条 上中下三条 这个围栏就固定在这里 下底的水泥 只要自己开水泥灌下去 填上水泥 已经定型了 至于门 还未能关上 在这里飞一条斜撑 固定到距离 门关上来 才不会说 因为现在这条装是歪 于是就删不了 到时再撑 好了 到最后完成 是这样 做了一些加长的支架 去撑住了这个尼拉 尼拉尼拉尼牆的结构 没办法 因为它的根很实的 它现在偏了位 但要抽出它 不是那么容易 据了它 我们都可以 但我们选择 现在是用 现在这个方案 加了一些横板 在这里 将它固定 然后 旁边的木 是相推了 我们就做了支架 在这里 撑住它 因为不可以 没有这支斜撑 斜撑 是直接撑住 到这个位置 相当实力 当然有些人说 为什么不做到这里 因为我不想角度太大 你当然 你撑到这里 但是当它 角度 斜得太紧 就很难看 其实现在 我已经是觉得 是 勉强可以接受 撑住它 支架位 这样 就拔绳 拔绳 拔绳 入到这里 就把门 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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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负责差一点点 因为旁边的柱子 摆得过来 太紧了 收货 做到原本这个位置 但始终 因为这条装 应该是比较前 大家都可以 拿这幅 平线 来做支撑 就不需要 这样 出了一个L型 没办法 好 大致上 完成了这样 就看另一样东西 是这样的 我们这家人 打算加多条木 因为原本那条木 煤了 在Dryway 木就买了 现在要 拌一適当的位置 让它藏到 这条 科拜科 原本是很出的 现在要 再重新 裁那些草皮的东西 裁完 裁完的时候 我就用这些东西 拌坑 刮了一条坑 有一条直线 接着那条街拉 就可以拌走 适当的位置 就藏这条木 这条木 是需要转个洞 然后用钢筋 V-bar 打落底 努力吧 师傅 累了 我师傅 要找年轻人来捅一下 好 看过两位小朋友 打一打一打一打 结果就把它打下去了 现在这个位置 大概是这样 都没什么所谓 既有的 不知他怎么做 他就会将 地下挑了一个洞 倒一砍水泥 然后 放一条木坑 再插一支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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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和水泥 一起干在水泥里面 所以 撬出来的时候 是有困难的 所以 里面那条石屎 还在这 一路看 向上走到这个位置 你看到这些东西也是 原来就是这样做法 挖了一个洞 可能是一个水桶 那么深的洞 少少 然后倒入水泥里面 放一条木 再插上厚钉 一干了之后 就会黏住 但是久而久之 那条石屎向上升 所以 比辣车面还要高 就是因为 升起了 好了 这些小收小保 无所谓 我们为了帮助这个受害者 做完家里这么多东西 当然是一定要出粮 现在我们的受害者 一定要出粮 我们在凌鸽茶的时候 就选择了我们需要的东西 稍后再看看是什么 镜头一转 因为我们今次 就和小朋友过来 我们年轻人 我们就不分享 各有各 他叫的这碗 就是火鸭丝汤米 大家看到卖相 其实和我差不多 我是炸菜肉丝汤米 先来 让我试一试我这碗 我回来 我这个镜头看看 拆下炒 看看我们的榨菜肉丝汤米 那么有趣 它用豆苗 今天师傅的菜 比较静多了 因为很少会用豆苗 肉丝 肉丝 没问题 不过肉丝 淡厚一点 没什么叶过 很大大碗的 试一下味道 我米粉浸泡得很好 我化得很爽身 略盐食材少一点 略盐食材少一点 因为冻奶茶少一点 茶味不够浓 但是 你说 没有喝 就是好喝的 因为它够大杯 都是属于大杯装 冰不太多 冰到这个位置 不是多冰的 因为我特别预订 它是纯粹自己用的方式 我给75分 先说一下雪菜肉丝米 整碗吃光 比我想像中开头 吃完之后 感觉会更舒服 原因是 因为原本我们吃的 雪菜肉丝米 会打厚一点的芡 在表面上 淋上去 这个是没有的 但相对有豆苗 有冬菇片 整件事又觉得清新了 吃起来是舒服的 整碗都吃光 米粉的份量都很多 我要赞齐 那两片 那几条豆苗 和冬菇 是够了整件事 肉片可以加多一点 整体都满意 好了 根据这个辅助 辅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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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看到外卖盒 如果有 extra 外卖盒 要加三毛钱 大家要留意 先说清楚 OK 看完所有东西 好